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站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添加爱情保卫站的官微 即可上网报名 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与情感专家在线互动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著名的情感作家 苏琴苏老师 欢迎苏老师的到来 华一嘉讯的副总裁 曲伟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的到来 爱情导师 图磊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的到来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 也可以通过天津IPTV的网络电视 或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观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 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 面临着怎样的情感困惑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三百多天了 这是我们的故事 我一直对他特别好 但是后来发现了一些 我不想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他不应该这么不信任我 我肯定不会做什么 对不起他的事情 我觉得我自己的付出 特别不值 我自己也恨我自己 这么长时间在一块 我绝对没有愧对他的地方 可是这么长时间的感情 我不想说放弃就放弃 什么事都得听他的 我现在觉得有点累了 你开始觉得像看个偶像剧啊 这是我们的故事 后来说我们为什么要分手呢 其实我也在问的 你们为什么要分手呢 掌声请出他们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王25岁来自山东 是一名理财顾问 女嘉宾小刘26岁同样来自山东 是一名文员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这个 说你们三百多天对吧 对对对 怎么认识的 我们两个都是东营的 然后我在外地上班 我在围方上班 然后有时候我就回东营 跟朋友一块玩嘛 然后就是有一次出去玩的时候 就是正好他也在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要了他微信 经常发微信打电话什么的 后来就觉得挺合适的就在一块 那你们俩算异地恋是这意思吗 刚才你在这个小片里说 我没有做什么对不住他的事 女生好像很那个 女生是发现了什么事了吗 就是他做了很多 老是骗我的事 而且我觉得他那些理由 别老说我骗你 而且他的那些理由 我觉得就是在堂塞我 就是在敷衍我 根本就是让人很难相信的 本来我们之间就是经常见面的 关系特别好 后来妈妈呢 就是我的工作出现调动了 然后我时间比较绑 就不能老去看他 就变成他老看我 然后有一次我们很久没见了 我那段时间在生病 我专门请了假 我跟他说明天我请假了 你过来看看我吧 最近也不太舒服 他答应我好好的 结果林前一天晚上九点多钟 给我打电话说 他要出差来不了了 然后当时我觉得也没什么 也没多想 可是越想越觉得有点不太对 因为如果说你要出差 你们领导为什么前一天不说 早上要出门了 前一天晚上八九点钟 才告诉你明天要出差 你这就跟真探似的 对 我当时就是觉得不合理 但是我也没有去问他什么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我去围房找他的时候 他那个手机有开了那个定位功能 不是 你是去找我 还是去翻我手机来了 你的 都有 我是去看你 但是你手机就放那 然后我就想随便看看 然后我一看那个定位 他真的就是没出门 他那段时间一直在围房 然后我就查那天晚上 他的定位是定在一个小区里 而且那不是他住的地方 然后我就问他 问他以后他跟我说 朋友打麻将了 对 我问他 他跟我说他打麻将了 我们没乱想 我们什么都没想的 对 他跟我说他打麻将去了 然后我就 我就跟我朋友打麻将去了 对 我都生病了 我专门请了假 我前一天专门买了 你喜欢吃的东西 给你准备还想给你惊喜呢 你答应我好好的 你就为了个打麻将 你不来找我了 我也没办法 而且你还骗我说你去出差 这个手机你看 有你移动的这个轨迹 所以大家都别说谎 你要说谎 你先把他关了 那关得掉吗 渠东 把定位也关了 是吧 关得掉吗 可以关了 你关了吧 我没事了 好 接着说 接着说 咱们接着聊 实际上面就是女生在这发现了 可能男生不诚实 对吧 女生觉得我生病 你应该来看我 男生觉得 我打麻将 朋友面子抹不开 咱俩都这样了 对吧 你也不是什么大病 我就先玩玩 就玩心肚子也要骗 问题是咱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了 咱俩的家能冲在一起 特别不容易 我是实在没有办法 你说他们都把车开我家楼下 他们三个人 一个是叫我下去 他们就是我们平常 也不是经常在一块玩 那你有必要骗我吗 我骗你 那不怕你不高兴吗 行 这事咱翻篇 我看生活里 你不也翻篇了吗 还有什么事骗你 然后我就经过这个事 他也没跟我道歉 然后过了突然间 我又去找他 那天正好下雨了 我中午就到了 我就先去他家等他 然后我当时就心里 就一直不太很相信 他打麻将这个事 然后我就 连环套 在他家 在他家也看了看 找了找也没什么问题 然后我就是等他无聊 我就打开电脑 我看看电影什么的 然后就在他那个电脑里 看那个相册 看电影 看电影 看我相册干什么 我就随便看看 你坐在心虚是不是 我看一相册 你很紧张是不是 不相册里有什么呀 就有个美女 一个小女孩挺漂亮的 穿的比较暴露那种衣服 然后拍的那种写真 刚才是我还真没往 什么方面想 我就随便就往后一直翻 往后看 然后发现我就越看越不对 就他那个女孩那个床 他有他那个背景 我一看这不是他房间吗 当时我就懵了 那是我朋友拍的 我当时已经跟你说了 那是我朋友拍的 我朋友是个摄影师 他也知道 就平常喜欢拍点东西什么的 那时候就去我家拍 然后当时我特别奔亏 我就特别生气 脑子不知道想什么了 然后就一直等他回来 等他回来以后我就问他 让他给我给解释 他当时那个反应 就是整个人都慌了 一看就是有问题有事 你朋友拍的 为什么要去你家拍 他去酒店拍不行吗 他自己家不行吗 那时候正好赶上天下雨吧 又不是他去酒店 他不得有费用什么的 他就是拍着玩 然后他就 不是那个什么 他家离我家比较近 然后我家平时收拾的 也挺干净的 然后就顺便就去我家拍了 你在家 我在家 你拍了吗 我没拍 你看他在拍 我也没怎么看 没怎么看 那你还不如那会儿看了就完了吗 大大方方的 你存了是吧 一直 还有我电脑选选照片什么的 你没删 我为什么要刻意去删呢 对对对 咱没做亏心事 对吧小伙子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干嘛要跟我说是去年拍的 我当时要跟你说上个月拍的 你当时就火 就那个什么 那你怎么发 那你怎么发现是上个月拍的呢 我跟你说他那个照片里 我就看那个窗台上 放那个东西 是我上个月送上生日礼物 然后他跟我说是去年拍的 哎呀厉害呀 哎呀 苏老师你明白 你要没事 你为什么要骗我 反应就直接慌了 你梦什么 你跟我吵吵 你平常没事 老是跟我吵 而且你为什么不删那个照片 你存着那一支 没事就欣赏欣赏吗 没有 我平常工作那么忙都 问题是这个事出了以后 他孩子的那个态度 就是觉得他自己没错 特别有礼还跟我 不像在台上这么老实 你知道吗 他可有礼了在底下跟我 没别的了吧 还有 还有 有一次我在东营 晚上我朋友微信 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然后我一看是他 跟好几个女的 就达文挺妖艳的那种女的 在那个夜店喝酒那照片 然后我就问他 你在哪儿看着呢 他说你对象刚发了号圈 然后我就去号圈看 没看到 就是很明显 他对我个人平地了这个状态 平地是因为怕他看了之后 又来找我 又来微方找我 你怕我找你 你干嘛要发呀 我们就一块儿就是 就是大家一块儿玩 总不能那个什么别人都发 我自己不发 那他们就肯定说我呗 不是你 就是当时我们就玩个游戏 当时就是发到朋友圈里看 那个什么五分钟之内看 谁的赞最多 谁的评论最多 你说你无不无聊你啊 你幼稚 你是小孩吗 你自己有对象的人 跟好几个女的发个照片 我去看玩了 那玩就放开玩了 就特我面子什么 让人看身边这么多美女 给你点赞 特别美 无聊不无聊你 我就是跟朋友 我们也不是经常去玩 经常跟见 我们有男的有女的 不是我帮个女的 你觉得你这种理由 这种借口你都可幸福吗 他身边女性朋友特别多 你知道吗 那是我人缘好 来 接着我问问你 现在心里有点烦他了 说实话 就是你说我平常 就是正常交际 我就是正常 我真的是没干什么 对不起他的事 就是反正除了骗他 其他的事都没干 也不算骗 我觉得我那是 善意的谎言 你现在对他什么感觉吧 你告诉我 有点烦 就是经过这些事之后 他就是 就是平常 平常那个什么 一打电话 一发微信 就是你在哪 跟谁 或者说如果他来 为方找我 就是问这问那 缠着整天的 就是那个样 就是他烦是吧 还有就是他就是 他会去找我身边 那些女的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他怎么弄的联系方式 什么的 就会跟人说 不是我就问一问 我就了解一下 什么情况 因为你不跟我说实话呀 你找他们弄的 我们关系很不好 不是你们只是 普通朋友 我问问 就很正常的语气 我也没多说什么 你是弄吗 那他们怎么想 不是他你怎么想 我是你女朋友 我就随便问问 问点事 什么就你怎么想 你怕他怎么想 不怕我怎么想 我都喜欢你怎么想 你想的总是太多了 我感觉 来问男生 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就是觉得这样 太累了 就是他有点 太那个束缚我了 对啊 你的意思是 要我们改造 他顺服你呢 还是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有点累 我不想 你想分手 对 是要分手吗 是 姑娘 其实我觉得 以此种种 你也可以跟他提出分了 那你来的目的 对对 我之前我们 炒好一次分手 可是因为 他做了一些事 让我还是觉得 我们不是不爱对方 我觉得 只是因为他还不定性 他还太爱玩了 他还没收心 其实他对我还是挺好的 就比如说刚开始 我们一天 就打好几个小时电话 有一次我失眠 晚上睡不着觉 然后他就一直哄我 陪我聊天 从晚上九点 打到早上六点多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第二天休息 然后结果 其实他第二天 是要上班的 他陪我打到六点多 我睡了以后 他冲了个澡 直接去上班了 那时候对我特别好 而且有一次 就最让我感动的是 我之前跟我朋友 一做了点小生意 就赔钱了 就把我那么多年的积蓄 基本全都垫进去了 而且我还签了账 那个时候 我也没跟他开 开口 我不好意思 然后他主动的就 就把他那银行卡 给我了 我知道他有多少钱 从来多少钱 打大概有多少钱 然后他就把一半多的钱 就很痛快 一下就给我了 二话也没有说 当时我特别震惊 我也特别感动 我当时说 我跟你写个欠条什么的 因为刚开始交往 不长时间 然后他说不用不用 什么你先拿去用 我这还有 我平时也不用钱什么的 然后后来我们 经常那个 闹分手的时候 就是吵的时候 我跟他说 就是生气 我说我一个月之内 我一定把钱还你 我卖鞋 我去借我也还你 我不想欠你什么东西 他都说 他那个时候都说 不用不用 你不还都行 但是那个 你别让自己太累什么的 就是 还是说那种 很温暖的话 所以我就觉得 他不是不爱我 也不是不想 好好跟我在一起 他就是没玩够 他就是 他的性格 就是太自由了 你今天是让三位老师 来把他这个自由 给弃取了是吧 让他能改改 因为我们将来 怎么也得结婚 要过日子的 你不能总是这样吧 这个挺有意思 像一个反转剧啊 上来我们先听到女生说 你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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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认为是 女生要分手 结果男生说了 对不起 我这是善意的谎言 你要这样 我太累了 我要跟你分手 结果女生说了 不能分 不能分 不能分你曾经对我 那么好 哎呀 老师们 你们看看 怎么办呢 如此纠结的 一出这个爱情剧啊 我们一起进入到 丘比特问卷 我是觉得这个男生啊 虽然 他有很多 这种让你不满意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男生身上 他有一种特点 他的性格是比较透明的 然后也比较随性 你要知道 这种性格比较透明 比较随性的男生 你会喜欢 别人也会喜欢 如果说遇到这个人 他不懂得拒绝的话 你作为女朋友 其实心里就会很毛躁 我为什么说 你性格透明简单呢 因为你连撒谎都不用心 然后你连撒谎都 撒得不专业 所以是让这个女孩子 感觉到心里 特别特别的 没有安全感 所以我见过 很多这样的男生啊 他往往会被 一种女人搞定 就是死缠烂打型的 如果你要是觉得自己 没有那种死缠烂打的能力 说我扔下我现在这个 围方的工作 我就扎到东营 他们家邻居 我天天看着他 你要晚上六点钟 下班不回来 我给你闹 然后早上那个 上班之前要跟我报备 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这个男生 可能会在你的生活当中 慢慢慢慢地离你远去 当然我不认为说 那些死缠烂打 最后得到了这个男生的 女人会活得很开心 因为他们会一辈子 当福尔摩斯 所以这就需要你有足够的 这种能力 然后能把它管得住 当然有的时候管这个东西 也是一面这个双刃剑 我是不太赞成太累的爱情 如果一个爱情 能让你累成那样的话 我觉得对女孩子 也不是特别公平 我建议你先冷静一段时间吧 然后先观察一段 你觉得累吗女孩 就刚开始 其实真的特别好 就感觉心与心的距离特别近 对 但是现在就觉得 真的就中间隔着东西 就感觉不到她的温暖 我都替你觉得累 你之所以爱她 是因为她对你好 对不对 但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 她不只是对你好 我敢说类似说 慷慨相助 然后给你钱不用还的这种事 可能她在别的女孩身上 也发生过 我没那么多钱 不是在于你有多少钱 而恰恰就在于 你没有多少钱 反正你愿意为人花钱 就更令一些女孩会产生遐想 尤其是这个女孩 你不觉得你是在爱她 而她仅仅是在喜欢你 她只欣赏你的某些方面 但一点做的 也没有证明她爱上 你们东营和美房 不远 每次为什么都是你去找她 刚开始都是她找我 当然啊 到手之后就是你找她嘛 我们说的就是现在的状态嘛 这种上感的不是买卖啊 那么多的敌手 你都能确保自己能赢吗 你每次给不知名的 那个女孩打电话 你都确保 你能够战胜她吗 你不知道 一而再三而三地骗你 你都忍了 还要去找她 发现了明显的骗你的痕迹 都已经至少三次以上 可能没有说的还有很多次 你的尊严何在 这个男孩的确照是喜欢 女人缘肯定好 但是她不是你的啊 靠你这么去侦查 然后上赶地找她 又是在异地 你觉得这种恋情 可以维持下去吗 而且现在我跟你说 发展到一开始是骗你 慢慢地屏蔽你 最后都懒得骗你了 一定是这样 我相信过一段时间 你回过头再看的话 你都会自己觉得 自己怎么那么傻 被所谓的外表 所谓的这种对你的好 所蒙骗 真正爱上一个人 只能是对你一个人好 这种好不可能给别人 可她呢 给了多少人不知道 背着你做了什么事 做到哪地步 不知道 好好想想吧 就别想了 想了就疯了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一刀两断 她不属于你 但她可能 不能完全怪她 因为25岁 是吧 还没有定性 或者说你还没有遇到 一个真正让你定性的女人 只有当你定下性来之后 然后真正地看 真正地遇到了一个 让你愿意去跟她走 很长一段时间 那个人的时候 你就不会这么做 所以不能怪你太多 只是不合适 所以你们两个人啊 趁早就分开吧 你们俩上来之后 我只想说一句话 请严肃一点 女生一直在笑 你们俩的确是 有角色反转的 一般来说 谴责的人是满脸怒死 但你是满脸笑意 被谴责的人 按道理来说 是满脸严肃 但是她也恰恰相反 满脸的轻松 按道理来说 该道歉的是她呀 怎么到今天来 直到反而反了 是你在求她呢 我特别不明白说 一个男人在前上讲究 这男人就好了 我觉得在爱情生活当中 对你的好 最显著的一点是忠诚 是 年轻人可能会犯错 或者是因为不谨慎 总是会产生一些暧昧的感觉 但是一段是一段 有几段是几段 但至少在同一个时间内 她对一个人好 首先是体现出她的忠诚 从上场到现在为止 我也没听出你们两人之间 好在哪 压根没听出来 到相反是 你这样一个发现她有问题的人 到这苦苦哀求她不要分 她一声道歉都没有 却严严肃肃地跟你说 我觉得挺累的 不要在一起 所以说把那几万块钱 趁早还了吧 还了也就没什么 我估计这女生 其实也没有多大担心的 你们替她想多了 她从上场到现在为止 一直是在笑 她压根不在乎这一点 所以你们要是玩 就尽管玩下去 要是真儿八经想谈恋爱 想找回点自尊 先把钱还 再谈那点真感情的事 就这样 我觉得老师们 其实说了几个核心的要点 第一 有没有真的相爱过 我愿意相信你们真的相爱过 第二 有没有为彼此 双方为这段情感 认真的负责任 有还是没有 你们自己 有 扪心自问 所以男生你在想 你心里是真有她 还是其实已经没有 或者早就没有 那我们谈的第三点的核心就是 诚实 真实地面对 年轻 有选择的权利 有犯错的可能性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要真诚地面对彼此 如果连这点东西都没了 那我们那段爱 还曾经真的爱过吗 留了一些问题 给你们自己去思考 想清楚了 在下面的时间 把最想说的话 说给对方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条 我觉得我们之前 倒是真的是挺好的 然后后来我只是觉得 你把我束缚的 就是有点太紧了 就是让我受不了 就我虽然说是出去玩骗 但我真的没有做过 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但是后来我就感觉 你不是我之前认识的那个你 我觉得我还是在 考虑考虑吧 再加上我们都是 那个什么异地恋 然后就这样太累了 我们都考虑考虑吧 本来我有很多话想说 但是听了老师的建议 我也不知道我该说什么 然后我也需要再想一想 我们之间到底该怎么样 回去吧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 请关门 请关门 接下来我们看看 这个女生会怎么做呢 请开门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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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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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齿是吧 早上也不刷牙 晚上也不刷牙的 然后那个菜叶 怎么刷牙呀 都六十多岁了 没几颗牙 你让它怎么刷 我也是体谅你的妈妈 然后那个 你保护牙齿口腔好 这样吃饭也行 大夫已经说了 大夫跟大夫说 大夫已经说了 就是我妈的牙齿不能刷 一刷牙齦出血 我不知道 我妈什么地方 你都可以吗 为什么盯着我妈的牙看呢 你还挺消气 还有那个你妈都说 其实她那样子也挺勤快的 我们那个在家里面嘛 她妈不是刚睡没多久吧 是吧 那个活也 家里面的活 其实看起来不怎么样 其实也挺累人的 是吧 那个衣服呢 全部都是用那个洗衣机来 用那个手洗 谁手洗 就是她妈妈嘛 其实我也挺心痛的 家里有洗衣机吗 家里面有洗衣机 我妈妈是这样的 就是连我用一次她都不准用 然后就用了一下洗衣机 她妈就急了 急了就跟我吵起来了 老人嘛都为节俭 节俭就是一些 她就剩着一个小 非常薄的衣服 都要拿洗衣机甩一下呢 我问几个问题 行吧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姑娘 四千多吧 也不多 您一个月收入多少钱 鱼烟 好了 好了三千多 不好了三千两块钱 接着往大理说 你一个月到底挣多少钱 三千多块钱 你一个月到底挣多少钱 三千多块钱 你做什么工作挣三千多 因为我给常买送货啊 还有给维修电脑也可以 你天天都干这事吗 也不是 这样的话 你一个月干多久能挣三千多 咱说实话 一个月能干二十多天 确实实话 一个月他干二十多天 也不一定 有时候也只有十几天的 有事有事 一次有事就没事 钱就是我妈 因为出院后期治疗 还有什么费用啥的 我给她买买药什么 你以前有积蓄吗 也有一些积蓄 钱呢 我长得积蓄 这是我贷款买房子用了 房子不是没买吗 是没买 我现在一直是 那钱呢 我这个存着想一起 存哪了 多少钱啊 大概也没多少 他就没出现了 你别再说 你知道他有多少钱吗 不知道吧 可怜啊 还枕边人 连他多少钱都不知道 你存了多少钱 三二三十万的呀 多少钱 二三十万 再往大里说 没有 就二三十万 二三十万 你母亲住医院 一个护工你请不起 他不让我请 是我要请的 你请啊 钱又不在他手里 你请了呢 是他现在主持 这不超上话 你为什么不请 好 还想问 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他说我女朋友 就是女朋友 是吧 是你老婆吗 将来是 将来是 现在呢 那不可能呢 现在呢 现在还不是 也就是说 他在跟你 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男女朋友 关系的基础上 你母亲住院了 他拿了两万 你没拿钱 你母亲住院 出了院之后 回到家里面了 说是要把自己家的房子 卖了去买婚房 结果人家姑娘 拿出一套房来 说做婚房 没结婚呢 你妈就住到你们家来了 是 就是定下婚房来 要是过来看看 然后住几天 过来看看 要住几天 终于好 好 接着问啊 你母亲生病 听起来你是个孝子 对吧 我觉得因为父母 要我 你是孝子吗 你直接回答 我觉得是 是 对吧 对 那我要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母亲刚从医院里出来 你怎么忍心 让她在家里 干那么多家务活 一个手里有 二三十万存款的人 妈妈在家里 住个三五天 您打的又是零工 您完全可以在家里 把家务承担啊 你不用说 你不用说话 跟你没关系 孝吗 你为什么不干 我第一个问的问题 这个 第二个问题 你是孝子 老年人说 大夫说不能刷牙 能漱口吗 应该是清眼水漱口吧 你知道吗 应该 你在这儿矫情什么呀 别矫情了 还应该 问你几个问题可以吗 这不是你第一个男朋友吧 真正的男朋友 算是第一个 那有点理解了 你跟他住了这么久 发现 其实这个男生 家里经济条件 不是特别好 对不对 对 这个你在意吗 这个其实我没在意 我看你是没在意 房子也拿出来了 第二 这个男人爱吹点牛 是吧 他也不怎么爱吹牛 就是平时还是 老老实实的 问什么说什么的 但是有些事 他不跟我讲 对 那他那个存款的事 你都不知道 不知道 在那种家庭条件下 有个二三十万的存款 那是个大数啊 兄弟 挺能憋的呀 还想跟他在一起吗 是呀 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想和他分手 你舍不得他是吧 是 没哪个女人 这么不嫌弃你 对吧 对 而且对你这么好 是吧 是 可是你说话 那个口气可是不像哦 我一直生气 你生什么气啊 我平常 我感觉对他也挺好的 好了 我要问的都问完了 一个想走 一个不放手 究竟应该怎么办 一起听听 老师们的建议 进入丘比特问卷 站在那里直气壮了 说凭什么不能花你的钱呀 难道我不挣钱 你就不能养我吗 我特别讨厌这样的人 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你就已经把自己的自尊 踩到鞋底下了 人家凭什么要尊重你 所以这姑娘 虽然嘴上不饶人 但我觉得她心肠挺好的 虽然嘴头子挺厉害 但是该做的事都做了 不该做的事也做了 所以小伙子 你反省一下自己 36岁了 如果结了婚 马上又有孩子 你担得起一个家吗 担得起孩子的这个重担吗 你好嘉宾 我想解释一下 是这样的 不是说我靠女人 我身为男人 我没有这个想法 就是其二呢 我是啥呢 因为我女朋友 在这之前 她是外地来的 不是哈尔滨本地的 因为这段时间 她原先想考那个会计 但是在家待了三四年 一直没有工作 包括房子 也是靠她父母帮助她买的 这段时间 我一年一直在家待着 但是虽然我俩认识一年 以前我也是说多少 通过你朋友介绍的 对 人家那个 靠父母养人 人家又没有靠男朋友养着 我是照顾她的 包括那段时间 她也是没有收入的 确实靠我呀 小伙子 我是这样想 这个 你的父母生病了 人家出钱 然后你有二十多万 你藏着 然后你的工资 发了之后 我留着 我不告诉她 我是想买婚房 就是说我家那边有个传统 说南方结婚 必须南方自己 置办房子 她说她的意思 她妈给她买房子 因为她妈可能是 有一些经纪基础 她妈给她买的房子 孙先生叫常有理 你就让她说吧 咱也变不过的 我就觉得心里不舒服 我就想自己 置办个 可以可以 您要是那个 愿意这样的话 我们当然特别支持 所以我就特别建议 您先把房子买好了 再开始下一段恋情 姑娘 我觉得你今年 也三十多岁了 我就觉得 看一个男人 你别看他说了什么 就看他为你做了多少 就是他一样一样 给你的很多的承诺 他有没有实现过 实现了百分之多少 这其实是一个评判 这个男人 可不可以作为一个 结婚对象的一个 前提的条件 所以我就觉得 说到这儿 说一千到一万 这个男人 如果他把你现在的 生活水平 大幅度拉低 你觉得跟他自己 在一起 你的很多的生活习惯 跟他实在对不上路的话 我觉得也许结束 对你来讲 是一个最省时间 最不浪费青春的选择 你告诉我们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是有自己的家庭 有自己的妻子 有自己的孩子 分担在家 首先 如果有梦想的话 要为这个梦想去努力 而不是说 找原因 甚至于编造一些谎言 甚至于把一些 你的自己的事业上 失败归咎于对方 你现在每个月 做二十多天的工作 是吗 绝对是 差了很多的水 一个正常工作 才二十天 二十二十天左右 你自由职业者 你做了二十多天 可想让这些二十多天 你加了多大的水分 那些时间在干什么 在为你的梦想 在准备什么 没有看到 你有充足的时间 去找工作 去提高自己的能力 去真正的 去做一个男人 应该做的事情 你没有 你在家里 你在家里 你还不去照顾好 自己生病的老母 你作为一个儿子 你都不孝 你还谈什么梦想呢 先学会做一个儿子吧 然后学会做一个男人 有自己的事业 正常地去努力 第三 具备这两点 你才有可能 去做一个合格的 别人的男朋友 或者是老公 也可能你之前 是养过这个女孩 一段时间 但这个女孩 她是只是让你养吗 她现在自己 经过的一段低谷 她早就工作了 而且工作比你好啊 而且她没有报恩啊 她是在感恩 她是在照顾你 对不对 拿出两万 照顾你的母亲 非常难得啊 所以你要不想 离开这个女孩的话 尽快地 把自己的能力补上去 所以 如果想挽回这段恋情的话 让自己独立起来 让自己真正像一个男人一样 才有可能赢得 女人的爱 好吗 我们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 婚姻当中要不要分清楚你 我 分得太轻了吧 不像爱人 要是一点都分不清的话 就容易造成像你们这样的情况 一方一直在付出 另外一方一直在索取 而且索取得那么不明不白 而且理所当然 欲和难填 我以前说过一句话 我说如果在感情生活当中 分不清楚你的是你的 我的是我的 就做不到你的是我的 我的是你的 结果就有可能像他的想法 我的是我的 你的还是我的 我来解释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在我看来在婚姻和爱情生活当中 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 精神上独立 第二 情感上包容 第三 物质上 可以不分你我 但是问题是 第一点都没有啊 就是精神上独立啊 精神上独立 首先是要责任意识独立啊 你的责任意识独立了吗 一个36岁的男人 父母很晚要了你 几十万的存款 不给家庭改善一下住宿条件 一点都不笑吧 自己的女朋友花了钱 给自己的父母看病 自己藏着二三十万 不告诉别人 这是不仁吧 人家花了钱讨不了好 还反过来说别人 这是不意义吧 就你这么一个不笑 不仁不义的家伙 你也配谈情感 给自己保留一点自尊好不好 我们没有说在婚姻生活当中 双方共同付出同等的物质 那才是彼此坦诚 在物质上总是有多有少 但关键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意识要有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别人身上去 你先做好一个孝子 你才能做好一个爱人 将来才可能做好一个父亲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避住你的那张嘴 赶快出去找工作 不要吹牛 我猜你兜里的存款一万块钱都不到 你还在这吹牛 是多少就是多少 本事不大 牛吹得那么大 所以我就说坦诚地面对自己是最需要的 坦诚一些好吗 好的 我希望在稍后的时间虽然很短 你能把你的心里话 掏给这个姑娘听听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希望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我以后肯定会好的 我要把一切 把你的父母照顾好 把我父母照顾好 可能要你降服的 请你给我一次最后一次机会 其实这个机会都是自己把握的 以前我们俩是因为有爱情在一起的 但是经过这一年多的相处下来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存在了 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 而且我们俩的那个生活方式和各自的习惯都不一样 这样如果在一起生活的话 对大家都不好 所以为了我们各自过得比较好一点 然后顺心一点 好 时间到 还是分手比较好 坦诚地回答一个问题 你到底有多少存款 二十七万八吗 他有二十七万八 那一分都不想给你花 他不是不给他花 他不是不给他花 他是不给所有人花 连自己父母都不给花 包括自己他也不会花 你真不配有这个二十七万八 他只能有这二十七万八 要不然你合不上折也压不了运 让他有吧 谢谢啊 请回两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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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